欢迎各位收看王瞳的视频 每天关心全球资讯 掌握台股的脉动 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星期五 哎呦又来了一次震撼教育 各位不要忘掉了 看完王瞳的视频 拜托一定要按赞分享 然后最好订阅 以后你每天都可以准时收看到王瞳视频 那今天呢我会帮大家解一下盘啊 你要听听数了 首先先告诉各位一个消息 因为这个消息就是 昨天美股中错的货源 那你看看啊 道琼狂蟹1800点 这个你都知道了嘛 就是因为道琼狂蟹 所以说今天大家都杀杀 那我今天顺便的告诉你一句话 今天你买什么股票都对 你杀什么股票都是阿呆 那这个不对 这摆在眼前给你看的啊 那再看啊 川普在炮轰联准会经常出错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那联准会为什么经常出错 接着就问联准会主席啊 那你再看啊 美股周四惨遭血洗 川普再度炮轰联准会FED 经常出错 且对其悲观经济预测感到怀疑 看到没有 联准会周三声明指出 将维持近零利率不变 至2021年 哎呀这也是川普的用意嘛 就是要告诉你利率要越低越好嘛 看到没 好了再看啊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估 美今年美国GDP将萎缩至6.5个% 然后美股文讯大跌 道琼指数大跌于1800点 超过1800点 一方面也是因为 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案例激增 好我们今天就光看这个消息面 这消息面里面指出两点 第一点是说美国的GDP比较差一点 第二点是说美国的病毒 武汉肺炎病毒问题 人数有在激增 那这两点讲起来 是不是都是美国本土的事 好了 我现在讲到这里 各位应该听懂嘛 关台湾什么事啊 台湾GDP好得很呢 台湾的确诊人数有增加吗 所以我常讲 你们有点智商去解读新闻 这就是王童今天告诉你的 这利空是针对美国有可能 对台湾叫什么 叫乌龙利空 所以大家跟着乌龙利空杀杀 杀到人家 人家接货接得好高兴啊 买得好高兴啊 因为你们都不要嘛 然后买了以后上去 哎呀大家开始追 大家开始丢给你 每一次都这样子玩的 女士不爽啊 你们被玩的不知道多少事了 难道都没有感觉吗 再看下去啊 川普周四推文指出 联准会经常的犯错 我也看到了数据 但比他们说的好太多了 看到没有 你以为川普是傻瓜 川普是生意人呢 那生意人他不注意到 这些数据是干嘛 那当然是要注意到这些数据嘛 所以今天王总给你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就告诉你 根本这个新闻是 针对美国是利空 针对台湾应该是利多 结果大家在做反向操作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既然讲到这里 我随便送给你一句话好了 下礼拜一盘会涨 这样子够了吧 我直接去送你一句话 下礼拜一的大盘会涨 涨多少 索码里面会涨 这里不告诉你了 好了 先来帮你解这个盘啊 6月9号礼拜啊 我说洞要生意金融 强嘎 虽然是强嘎了 涨了26点 但是这个败笔 再看 6月9号礼拜啊 量价背离了 对 再看下去啊 6月10号 哎呦 6月10号很厉害 盘中回一下 盘中回 然后尾盘又拉起来了 哇 这个都叫强盘了 盘中回 然后尾盘拉 这强势盘了 哎呀 这个好强的大盘还会涨 那我在这时候看下去 照理来讲也是应该如此 哎 结果呢 昨天 昨天呢 就是左等右等 总算出来了回马枪 好 6月11号 但是昨天出来回马枪 下跌184点 来呀 昨天回马枪 好事 好事 哎 我在昨天也告诉你的 我说应该是 11500到11480会手 这是我昨天写的 对不对 我昨天写的 我一样照给你看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破 很简单嘛 大家都知道市场上 有利空嘛 什么利空 就是美股中错快2000点了嘛 那刚刚王统也解释给你听了嘛 这个利空一出来 一定会影响到台股的开盘 所以你看我们台股开盘是如何 不啊 一开就急杀 一开以后就急杀 一直急杀下来 看到没有 哦 大家都被吓坏了 美国中错了 哎呦 前一段时间受过的教训 现在大家还是一样 看到草神就当做是蛇 对不对 那现在大家都杀杀杀 结果呢 你们开盘前15分钟都刹在低点 刹在低点以后就一路上去了 那你看一下今天王统讲盘 来给你看看 9点11分 9点11分了 看到没有 大盘已下跌129点开出 今天是受 大利空骑袭 大利空是什么 是美国 市场反应过度 看到了没有 市场反应过度 开低会走低 呈现低档盘旋 目前台股已超跌 11300点以下 均为买点 那你看今天定点在哪里 今天定点在11244啊 11244啊 到11300 还有一段的空间呢 还有五六十点的空间呢 就收盘就收到11429 看到没有 再看啊 切勿追杀 绝对不要杀 绝对不要追杀 或者是可静带亮说在进场 结果今天有没有亮说 有 有 所以今天要进场啊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今天就买了三档股票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发了三个红包带给你 那我的有些会员 那对不起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那档是高价股 是特别会员的 那档高价股呢 我在想说 普通会员比较不容易买 不是不容易买的 可能比较不会去买 那所以我就没有跟普通会员去讲 但是我今天严格告诉你 我们今天发了三个红包带 三个红包带 就让大家尾盘的时候都上去了 所以今天呢 我讲盘告诉你 再老话重提一下 这个盘呢 你看不懂 你怎么知道 什么股票会涨 什么股票会跌 那叫做赌 那叫做追 那看到快涨停的 我追哦 老了 到时候我表演给你看 涨停板 这就是市场上的 全面都是这样反应的 你有办法先把盘讲出来吗 讲不出来 那讲不出来怎么办呢 看到盘中什么样动作 什么样反应 什么样东西出现 或者电脑一定有嘛 还有快要接近涨停的快涨停 追哦 追进去 追错怎么办 追错杀 追对呢 做生意 表演 这就是一般的市场现象 王童都把很多问题都点给你听了 那么再来呢 你可以看一件事情 今天到底是什么盘 好吧 那我来讲这个盘之前 我来给你看这两个股 你看看 3008 大力光 哎 很稳的 走得很稳的 6415 还有细利 很稳的 看到没有 好 再看 5269 翔硕 创新高啊 看到了没有 再看 5274 信华 没有创高 但是呢 还是要慢慢盘上去 好了 4000斤给你看了 你看4966 普瑞 普瑞今天盘中也是没有到1000 但是我还有下跌一下 没有关系 很正常 再看一档个股给你看一下 3661 叫四星KY 四星KY 这是我们以前玩过好几次的啊 玩过好几次的 我的会员朋友们 你们在这档四星KY身上也赚了不少钱啊 今天创新高 那我今天讲这些歌 我给你听的用意是什么 盘没有那么坏啊 你到底怕什么 都是受到盘面的影响 因为盘是跌嘛 所以你一定不敢买嘛 你不敢买 然后还杀 然后还杀 就是杀在地板上 好了 今天告诉你这个盘 看好 6月12号礼拜五 6月12号礼拜五 今天叫乌龙利空 最低1124 记好啊 最低1124 今天是大扫货 那你要不要买 你决定 解盘的责任 就是把这个答案先告诉你嘛 那答案你有了 你当然会问我 那老师 人家近什么 跟上王同脚步 你就知道人家近什么了 你没有跟上 我也没办法 再来你看 今天最后的答案告诉你 跌了105点 对不对 今天告诉你啊 天送大礼 遍地黄金啊 看到没有 你每次看到王同讲遍地黄金 请问哪一次错过 你们已经看了两三年了 三四年了都可以 只要遍地黄金 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 我哪一次错过 今天你看到王同的视频 也算是你有福 因为我也知道 有福的人才会来看王同的视频 因为你们都要在股市里面赚钱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来赚钱 但是首先你先把盘看懂 今天我在告诉你这个盘呢 看清楚啊 看清楚这个盘 来进电脑画面 这个盘今天低点1124 为什么今天一直告诉你1124 因为1124是我们这个波段的低点 下礼拜一 不会来了 礼拜二不会来了 那我这样涨还不够吗 那不会来就是往上涨了嘛 就会一直离1124 越来越远了嘛 那越来越远 你要怎么办 遍地黄金 请问你要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你遍地黄金了 那请问你应该要怎么办 我们今天看几两个股给你看一下 你看看3105 文贸 除了说前20分钟的黑的 后面都是红的 看到了没有 文贸都是红的 看到没 它有没有爆量 没有爆量 它就一万张 股本42亿 一万张的量而已 走得稳健的 非常稳健的 好再看 8086 红杰科 红杰科 看到了没有 是不是 今天又是漂亮的买点 当然你们没有人去买红杰科 去买这个也可以 全新 看到没 全新 轻松愉快就推上去了 那么再给你看 2327 国具 好奇怪 国具快收到平台了 收最高 看到没有 好 再看2492 花心科也是一样 那请问一下 他们是不是主流 好 再看 6488 环球金 环球金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 无伤大雅 再看 5483 说美金 收平盘呢 那你还看不懂 主流在哪里啊 那你还看不懂 主流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怎么教你了 那刚刚呢 王瞳也告诉你了 这个盘会如何 那么你要买什么个股 什么个股会涨 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那你如果说 要有一些特殊的股票 特殊的股票 会标的股票 那对不起 我今天在索马里面会讲 我在这里 不方便讲太多 而且再说 这个波段上去以后 目标先看哪里 我们上去的指数目标 一定要先看一个目标 再看一个目标 这样上去的 上去以后 它下来整理一下 再上去再下来 是这样子玩的 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玩 而不是说 哦 一眼就是说 要上一万五 所以我报来手上就好 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清楚了没 各位可爱的投资人 可爱的朋友们 王同讲的话都是肺腑之言 你们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 外界所告诉你的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错误的讯息 你如果拿了一些讯息以后 你自己会制造出混乱 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别人都说要放空 怎么王老师说要做多 哎呦 我到底该相信谁 那简单讲 其他人的节目 其他人的广播也好 电视也好 视频也好 你们当做参考看看就好了 或者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节目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年年益寿 哈哈大笑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暗边看海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生存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 正字第009号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